多邊形相似二 前面我們知道 如果只有知道其中一個 多邊編成比例或相等 只有一個條件成立的話 不能保證兩個N邊形 一定相似 所以你要判別兩個多邊形有沒有相似 除了要檢驗對應邊有沒有成比例全部 N邊形要檢驗N組 還要檢驗N組對應角有沒有分別相等 缺一不可 我們之前也講過如果倒過來 我已經告訴你兩個多邊形相似了 那就可以安心的把什麼拿出來用 把兩大條件拿出來用 就它所有對應邊都成一個固定的比字 呈比例 那所有的對應角 都分別相等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這是我們 上次講的重點 我們這邊要拿 例子 來讓各位做 然後拿一些以前機車的很漂亮的題目 來做加深加廣之用 我們先看角度的 如圖 四邊形ABCD 相似於四邊形EFGH 已經先確定要相似了 所以你就可以有什麼條件可以用 所以對應角會相等 角A90度 同學呢 有時候習慣上是看圖 直接對應9090 其實比較保險一點 是要看這邊 他說A對到1 那沒錯 那B對到誰 B對到F 所以這65度 這就65度 但是我可以看一下 他有沒有 告訴我們 B對到F 有 那這題就簡單了 好啦 F就等於角V 就是一樣65度 就沒有用到 A跟C了 這是第一小題 那我們要告訴同學 什麼概念呢 這題目已經 先告訴你 他們兩個字邊形相似了 OK 那你就可以直接 用說對應邊 所以乘比例 那這題目是用到對應角相等 但是 不能從這邊直接看 第一個就對到第一個 角V就對到角F 不行 一定要再特別 看看後面他的 註解了 誰對到誰 誰對到誰 因為 你真正在會考你這邊 ABCD 你給他寫BCDA 其實我們也不能說你錯 因為這兩個字邊形 經過說方會全等 他們真的是相似型 啊這個計法呢 只是 比較 低階的 啊那定義是比較高階的 所以你不能因為說老師 你不能因為說 啊我這個計法呢 沒有 沒有按照對應 你就 推翻掉這兩個 相似型是相似的 不行 他們 本來就相似了 那計法只是 有寫對應 是一個好習慣 我們上次強調過 那如果你要 像這個計法用到 對應的關係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誰 ABCD 分別對應到 EFGH 就要講清楚 D小T喔 我們看D的小T 哪一點點 如果你H這個角度幾度 H看圖對到D H 角H 角D OK 那你怎麼去求角D 求出角D等於求出角H 怎麼辦 ABCD 四個角 題目給你幾個 給你三個 那四個角 是邊形的內角總和 內角合360度 你就扣掉 360度扣掉 A扣掉B 扣掉C 剩下就是角珠 OK 不要算錯了 角珠就是 155度 題目不是問題角珠 是問題它的對應角 角H 因為已經先確定它是相似型了 所以對應角相似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OK 所以呢 角H 就是 155度 角度的題目我們再多看一遍 等一下就要看對應邊的題目了 先確定 兩個 五邊形 相似 五邊形不見得是正五邊形 對應角也都按照這邊 線路順序告訴你了 ABCDE 分別對應到PQRST 好了給你幾個角 角A 100度 角B90 角C120 它這兩個角 沒有辦法確定 它各自幾度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它加起來幾度 因為這兩個角加起來幾度 就等於 你要求了 角S跟角T加起來幾度 因為它們是對應角 角E會等於角T 角D會等於角S 那我們直接做囉 題目給了 已經相似了 所以就大膽的把對應角 相似的馬出來用 OK 那 這兩個角加起來 一定會等於 這兩個角加起來 我們就直接求了 五邊形內角合公式 同學還記得嗎 N-2 瓜乎 x180 那N是5 5-2就是3 3x180 就是3個180 就是它可以 隨便一個頂點 對角線 可以切出3塊 三角形 那每塊三角形 內角合都180 所以總合540 那扣掉 已知的 3個ABC 分別帶進去 190 120 把它帶進去 不要算錯了 答案就是多少 230度 你求到 要求這兩個 等於是求這兩個的合就可以了 它條件不足 說沒有辦法分別知道 1跟1 各自幾度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對應編成比例 對應編成比例 為什麼可以用 因為它已經告訴我們相似了 而且 也告訴你它沒4個點的對應關係 ABC AB5 PQ3 5 3 他們對應編 5 怎麼變成3 5怎麼變成3 乘以0.6 那你給我BC BC是10公分 乘以0.6 就是什麼 QR 就是6公分 你要劣勢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列 利用對應編成比例 把它帶進去 就是 AB BQ會等於 BC BQ 順序不要弄錯了 那利用內相機 外相機 就可以求出來 這是比較慢的方法 如果選擇填充 你就不需要 落力發縮 寫這麼多式子 就看它直接乘0.6的過去了 OK 如果小的要變大 就要乘以5 就等於 除以0.6的乙式 對應編成比例 對應編成比例 再來看一題 好 為什麼可以用對應編成比例 因為它已經告訴我們 他們是相似了 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意思 D1線段分之 ST線段等於2 代表說 ST 它的長度是 D1的兩倍 代表 ST在這邊 是D1的兩倍 而且他們 說他們兩個是對應編 他們兩個是對應編 OK 也就是說呢 大的這邊的對應編 都是小的兩倍 小的都是大的2分之1 小的怎麼變大的 乘兩倍就好了 來看 那給你 AB AB是8.5 告訴你 它的對應編是誰 PQ AB的對應編是PQ 這邊8.5乘兩倍 這邊是7 就等於PQ了 如果選擇填充 就直接給它乘兩倍就好了 如果你要 完美的劣勢 因為他們已經 相似了 所以對應編是乘比例的 固定是兩倍關係 直接乘以 8.5乘以2 就可以快速求出大案17 其他編不管它了 誰跟誰對應也不管它 因為我們要的東西 他都有講對應 現在都不要去管它了 好那這一題呢 每一個選項的兩個圖形 不是相似型 雙底線 這個啦 C啦 你看C它的編長能不能成比例 2418 2418 如果除以8 除以6 除以6 4 3 4 3 3 這除以8 也是什麼 4 3 4 3 3 所以它對應編有乘比例 但是不要高興的太早 還要檢驗對應角 一看就知道 90跟100不相等 120跟100也不相等 雖然兩個加起來都是210沒有用 那這幾個的都沒有問題 這個要收納 像是 有一點點 不簡單 我們不是重點先不管它 只要挑什麼 要挑 誰不相似 再來一題 大的ABCD ABCDE 跟 上面這個 ABCG F 其中 FG跟DE 平行 這兩個側邊形 這兩個側邊形會不會相似 就是問你上面這個跟整塊 很明顯一看就知道 不相似 但是你要講道理啊 第一個 所有對應角都會相等 平行嘛 同位角相等 共用角 共用共用角 但是沒有用 對應邊一看就知道 假設我這個是 2公分 2公分好了 這個假設中點在1公分而已 所以 大的 有AB 上面這一塊 對應邊也是AB 加設是2比2 那呢 A1跟AF 才2比1 所以 沒有真比例 OK 你也可以這樣子講 他問你有沒有相似 就沒有相似 雖然他滿足了 所有對應角分別相等 沒有用 沒有用 再來一題 下列敘述 何則正確 兩個長方形 一定相似 兩個0形 一定相似嗎 兩個正方形 這答案一定是7 兩個平行身邊形 一定相似嗎 我們詳解一下好了 好 正方形 他要符合長方形的定義 四個角之角 所以他是長方形的一種 所以你看 左右這兩個 都是長方形 對應角 相等沒有用 對應邊沒有成比例 這是這兩倍 那這個 1比1 2比1不等1比1 這個不一定 那靈形的不一定 正方形是靈形的一種 靈形的定義是 四邊相等 他也有符合四邊相等 所以正方形是 零形的一種 一種特例 很明顯的角度 對應角沒有相等 所以他不一定相似 來 平行四邊形也一樣 兩張對邊互相平行 正方形也是他的一種特例 很明顯這兩個 不會相似 那所有 兩個正方形 一定是正四邊形 正N邊形 他們一定相似的 答案選哪一個 選C OK 我們看98年 第一次 計測第29題算難的 這個矩形 過P點 過P點 然後分成四個小矩形 甲 乙 丙 丁 四個小矩形 而且重點是 P在對角線上面 他說 AP NPC是4比3 那三角形 有平行 4比3 那左邊也是4比3 三角形 有平行 所以 4比3 這邊4比3 因為他的長度 不一樣 他故意畫得很像 用圖形誤導你 他就會選錯了 那你誤導你去看這兩個相似 這兩個相似 其實他是 故意圖形誤導你 按照4比3畫起來 不會是這個 那4比3我就4A3A嘛 那這邊就4B3B 那就看得出來 長筆寬 變成 AB 這個呢 3A比3B也是 AB 這兩塊是相似的 甲丁相似 所以他說不相似就錯了 那這一塊是什麼 這塊是3A比4B 不會等於4A比3B 3A比4B 不會等於 那如果你 被這些AB嚇到了 那我們就乾脆這樣子 我A取4帶進去 4、4、16、3、4、12 這取3帶進去 因為他說 他們 長根寬的P是4比3 我就 A用4 利用3帶進去 就得到這個樣子 那就很明顯的 可以看出來 這一塊 他的長筆寬 12比9 會等於這一塊甲 16比12 也等於4比3 OK 所以答案是什麼 甲丁 相似 其他都不可能相似的 OK 所以選A 答案選A 有點難度啦 同學 同學很容易被這個 圖形呢 所騙了 這種題目呢 每年大概都有一題 圖形畫的 那你一看 就想去選那個選項 就中計了 中計的 好 這題很有名的題目 黑白年第2次 第33題 那時候沒有非選題 計測嘛 所以選擇題比較多 然後 提形A B C D 平行 上笛下笛 那這個畫下去 分成兩個提形 那代表 F 跟上笛下笛是平行的 然後呢 分別是4 6 2 3 問你上下這兩個提形 有沒有相似 老師把它分開畫 D怎麼來的 我們看下一頁 老師把它分開畫好 好了 那 他說它相似嘛 大前提是他已經說它相似了 那我們看一下邊 4比6是2比3 這邊是2比3 所以你知道對應邊的邊長比呢 是2比3 OK 那這三個邊 他們的比有什麼關係 那三個邊就是要求連比的 用到我們1-1的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就把 AD 比EF 比VC給它寫出來 對齊喔 上笛 比下笛 或者不然是這個 比這個 上笛比上笛 2比3 那下笛比下笛 下笛比下笛 也是2比3 也就是說 EF它是 既當上面這個小提形的下笛 也是下面這個大提形的上笛 那我們知道連比要把它弄成一樣 3 6 乘2倍乘2倍4 乘3倍乘3倍9 而知道他們的比例是4比6比9 答案是4比9 OK 如果你選擇天中要快的話就是 上面4 下面9 乘起來 4936 取根號 取正的 平方根 就根號36 等於6 就中間這個 那所有提形呢 你就可以畫一條平行 在裡面找到一條平行的 線段 把分成上下兩塊 相似 那如果長度是A 長度是B 那你這一條的長度就是 根號AB 根號A乘以B 但是 上面這些小塊或是下面這些小塊 都不可能 跟原來整個大塊的提形 像是 留給同學去想了 好 好